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祖先 這個像被領養這部份的呢 這個被領養的問題 這個就比較 在我那邊的案例是比較大 因為有一位太太來 住在我們附近 她忽然間來 她說她兒子癌症 她就說怎樣怎樣講 後來我就 我也是沾掛 也是說祖先的問題 後來我跟她說 妳應該也有雙姓祖先 我說那這樣的話 我說那妳雙姓祖先 現在有還拜嗎 她說有一刻已經不見了 她說我嫁過來的時候有 可是現在有一姓不見了 來過幾天沒幾天 又另外一個太太來 她也是說她兒子也癌症 我聽起來她的案例 怎麼跟前面的太太有一點相像 只是癌症不一樣 結果我說前幾天我也聽一個人怎麼講 我叫她說 那個我們稍微診 所以兩磅都不平安 結果後來我就 那就串聯起來 串聯起來我就問她 我說那妳們有幾個兄弟嗎 妳先生有幾個 他說他公共生了九個兒子 九子 可是現在沒有生下兩三個了 而且都是癌症 都是不是那麼的長壽 都不平安 她說我嫁過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家 可是最近這幾年 時常都有人走掉 而且年輕人也都有癌症多 後來就查了 我說那後來我就跟其中一個 比較談得來 我就說那妳們的祖先 她說不知道怎樣 她連抱來的孩子也都癌症 她的一個是自己生了 一個都癌症 我就說那妳能不能回去找 找那個姓氏 後來她也很認真 第二天她都來了 她說 老師 我的祖先被人家敗去了 怎麼說 別人敗了 怎麼會這樣 我說 原來他們的孫子 有一個孫子上班的時候 她不想拜兩姓祖先 多一個了 她都在同事之間宣傳 說如果你們幫我拜我的祖先的話 我有一棟房子給你們 真是很奇妙 就被那個人請去了 那個人想要房子 她就好 我幫妳拜 結果她就請走了 你知道嗎 我就問她 那妳現在請得到嗎 她說要問她 那叫祖 那實在是很老玩的事情 我說哪有人說 媽給別人請 請給別人拜 真是 那當然我們不知道 對方拜的時候是怎樣 那樣子 起碼妳這邊就不平安 所以說一查下來 沒有剩下一個年輕人在的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她小孩子往生以後 因為是癌症 往生以後還叫我去甘露 你知道嗎 那個上面 所有的年輕人都寫上去了 剩下她老夫妻在拜 阿彌陀佛 你說要怎麼樣 所以說這個事情 如果有雙性祖先的 不要嫌麻煩 不要嫌麻煩 真的要把它拜起來 是啊 這很淒慘 所以我看過這樣的案例 真的是心有 心靈上真的是不太好過 我們也不太好過 因為你說後半輩子怎麼辦 是啊 是誰都走 是誰 老婦也不能拜是誰 那個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當然用一個紅紙 寫的 師傅有教過 我也親眼看過師傅怎麼做 就把它寫寫的 放在哥媽康的後面 過年過節拜的時候 請他一起出來 跟祖先一起用餐 那個是師傅也有教這個法 是 所以說 就幫他處理這樣子 不然怎麼辦 也沒有後代 所以說這個事情就說 如果說有雙性祖先的 我還是勸大家 還是要把它請起來拜 不然的話 看過很多家庭的不平安 以前的人比較多這樣的 現在比較少 以前的遭罪 領養的滿多的 所以說還是要拜 所以領養 這個生我們也是要拜 對 生父的 你的血緣還是在那邊 最近的一個案例也是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的DNA還是那邊 他很贊同 這位師兄他就很贊同 他說這樣子 我知道了 是 這個領養的問題 本來這個家庭如果是假性 這個孩子來 他本來是異性 但是他被領養之後 可能就變成改假性 所以我們就變成假性 異性 原地血脈的作者 還是要拜他 也好幾個 現在也好幾個 有的甚至說 還把那個假性 因為不平安 就把假性的送回去了 送到哪裡去 送回他原性去 所以這樣都不如法的 就是說我們要有 既然我們要領養人家的孩子 來我們的度量也要放開來 不能說 很多人都說 我要把他切斷了 我就把他買斷了 不行的 因為我們既然想要人家的孩子 你要胸筋打開來 也要讓小孩子能夠 跟他的血緣接觸 有一個老先生 他七十幾歲 當我知道 當他知道說 我可以回去拜他的哥媽的時候 他高興得很 他說我已經六七十年都不成 阿公阿嬤不再叫 不再回去拜了 我說你 他說那我可以吵我兒子 回去拜嗎 我說只要對方接受的話 你都可以去拜 結果那邊接受 我認為那個最開心的 因為大家的胸襟有夠大 不要說我分了人的就沒有了 有的時候是有來往 可是不給他拜 或者不願意回去拜 不要這樣子 我是勸大家說不要這樣子 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 看過師傅處理很多這樣的問題 都應該把我們在人生間人世間 學習就是要把心胸放開來 對 才過得才會快樂 可是老師計較在那裡也不好 是不是這樣 法師這組織的問題 還有其他或是公媽拜的問題 有什麼好跟大家分享的嗎 公媽拜 那當然其實我們每個道場的法師也都會做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公媽拜 她有一天早上起來就是掉下來 公媽拜在那裡 公媽蓋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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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娘 或是妻子 她說落下去 她也不知道 她說怎麼會落在肚子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很奇怪 很懸 很懸 當然她也是很急著來 她就說 我們公媽蓋在那裡 怎麼會落下來 我說 我也不知道 對 後來我查的結果 我說可能是祖先不安 我以為祖先不安 也不會把它回到那裡落下來 完全她也找不出原因 我又不知 可是我們詹怪的結果 還是有祖先的問題 我說 我說你們祖先 你有沒有寫好 或者說 她說 如果有的話 就是她父親 她說我父親就祖父 她說我祖父沒有寫上去 我說為什麼 她說 我祖父是打滾 她打滾的時候 在鄉下的有一個 當然師父傳的打滾 其實跟我們生活是沒有關係 只是在往生以後 子孫他繭苦的時候 不能去看他 也不能去摸他 就是等弟弟是弄好了以後 你去拜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也推論到我奶奶 我外婆 其實我外婆九十幾歲往生的時候 我還有回去送她 那時候我還沒有來度 那時候我就聽到我舅舅講 那些人就問說 你媽媽的那個 為什麼是做水固定的 普通我們一般的土葬都是泥土葬 六年六七年以後才撿骨 幾年後要撿骨 對 或者說師父也講過 如果是好的地方就不用撿 如果平常 普通一般都是六七年也撿 那我外婆的就做好了 我就聽過我舅舅講 他說我媽媽有跟我講過 他破骨 我說我阿嬤很聰明 外婆很聰明 他說他破骨 所以叫我舅舅要做固定的 他不撿骨這樣子 這個先生就是說 他爸爸他祖父是破骨 所以他那個國嬤上面 都沒有寫他阿公的名字 每天拜拜 我說那你們拜拜的時候 他就說 當天請他來就好 也都沒有他的名字 那個 所以說 可能是他阿公也是有一點 很靈感 很靈感的這樣子 我才跟他講那是可以寫上去的 只是說堅固的時候不要去看他 不要去摸他 處理好以後去拜拜就可以了 是 當然現在也有人問 那現在是火葬 那怎麼辦 我建議還是不要去摸他 有禮儀公司 禮儀公司會幫我們送過去 把他放好以後我們拜拜就好了 是 這是破骨的 那不要說 那有人說去看了就會有問題 或者怎樣 甚至連拜都不願意拜 那倒不需要這樣子 我認為說心正 只有在那裡說說 處理那個他骨灰的時候 檢骨的時候不要看就好了 是這樣子 是 這是他那個時候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可是後來寫上去到現在就好好的 我說建議他寫上去 就好好的就沒有什麼事情 我覺得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他原份跟他的月令是相沖的 為破骨 這是師父傳的 叫做破骨 其實破骨也不用緊張 很多人就說 那我也是破骨 我說沒有好緊張的 只要我們知道怎麼去處理 或者知道方法 就都沒事 就是說不知道的時候就 市面上的傳言很多 這個法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個法也不知道 不做或者說做錯了 就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生的人根本不用煩惱 說這個破骨的問題 你在生的時候 這個破骨都沒有影響 生活都是沒有影響 只是說 跟你的認知共有關 對 只有那那也算 很奇怪的 若扯骨的時候就要親主意說 怕孫子不要去摸骨紅 不要去看他 你扯骨心不要去看 拜託人家處理好 葬好 我們可以拜拜 或者請到塔裡面去 才去拜拜就可以了 所以今年 像今年是某年 拖啊年 就是 某月 某月生 某年某月就是破骨 六聖就是破骨 就要注意說 往生之後要求這個問題 就要真主意 那現在講的 人家會很緊張說 那我不是 其實那個不用緊張 也沒有什麼事 平常是沒有什麼事的 跟他的運氣什麼也都沒有影響 完全不關 不用緊張 有的人懷孕的時候 他說那我那個月要生 怎麼辦 所以說平常也是多念經 盡量我們跟小孩子有姻緣過來的話 還是多念經給他 其實那個都沒有關係 只是後面的事情怎麼處理 是 我們碰到了什麼怎麼辦 對 法師說這個 懷孕的是多誦經來念經來回向 給胎兒 對 要想什麼經比較好 普通的話一般都會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當然現在是天德經也很好 是 普門品就是說送子觀音 就會唸六字大明咒 平常如果說沒有辦法送去 你就摸著肚子唸六字大明咒 就很好 當然現在有天德經也可以唸天德經回向給小朋友 我覺得這樣生出來的小朋友都很好帶 都很好 因為我們那邊現在有十幾位小朋友 也是很熱鬧的 所以我都會叫他們說要唸經 尤其是摸著肚子唸經 真的是很好 就是自己安胎 對 自己安胎 那要怎樣子安胎 方式 方法 其實安胎師傅也傳了一個法 安胎就是師傅說念我們的八字真言 前對立正訓和耿坤安胎 那是很好用的 手要怎麼放 就是左手放在上 右手這樣摸著肚子唸 那就是說胎胎不正這些都可以唸這個 有用 我也有經驗 不是我的經驗 有信徒 打電話來說我怎樣怎樣 我就說你叫你的媳婦 那個念八字真言 前對立正訓和耿坤 師傅念 他的胎胎會轉過來 唸了多久胎胎就轉過來 我說你有空就唸吧 因為你胎胎不正的話 有時候不是一時兩時就能夠回復的 那個是有成功 那個要成功 其實他最先就是來問那個 他說骨頭卡在喉嚨 他說怎麼辦 意思是說要開刀 開喉嚨 他又說而且是硬的骨頭 我說那你就念前對立正訓和耿坤好了 因為我有以前師傅也有一次我們去大陸去施路 有一個師姐也是被魚骨頭撐到 兩三天都不會 那大陸我們每天跑 他問了兩三天了 後來就問到我 我說師傅在前面我們去請師傅了 師傅就拿了一個可樂給他喝了就好了 師傅在可樂裡面有加持吧 師傅是馬上就加持了 那我們的功力比較慢 就要唸了 師傅都說只要是液體 酒 汽水 開水都可以 茶什麼都可以 你就是唸八字真言 是 唸個十來分鐘吧 唸了喝下去就好 是 有沒有說手勢要怎麼拿 普通我們就會用三三手印這樣 用加持這樣子 杯子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就唸十幾分鐘吧 或者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唸了你覺得OK了 心裡有安定了 安定感了 你就可以了 喝下去就會好 那個師傅也是這樣 他用打電話來 我說那你就唸八字真言好了 唸前對立正訓看更快 我說他唸了半個多鐘頭以後打電話來說 沒了 這麼好用 所以卡到一次骨頭就用 以前 以前有人用化骨符 對 化骨符 我也聽說過 化骨符是傳媳婦不傳女生 傳媳婦 因為不能傳給女兒 變成別人的 師傅傳的是大家都可以用 那時候是在我們去大陸的時候 有一位師姐發生的 後來回來我會照做 是 那個師姐打電話來 我就叫她這樣做 有用 後來她講說 那我媳婦又是胎胃不正 那怎麼辦 我也叫她 我說你就摸肚子念八字真言 後來生產的時候說胎胃不正 是 是 所以老祖的廟法真的是 很多啦 非常非常 其實師傅傳了很多細節上的 真的滿多的 只是說上課的時候 師傅是到哪邊 因緣怎麼樣 叫傳什麼法 所以說有的地方有沒有傳到 我也不知道 那法師您剛剛有提到說 跟著師傅去大陸 有沒有說還有其他什麼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的 出國的 出國的話 我想主持我們師姐也知道 法師也知道 我們現在我們仙活是有一個 佛陀的頭 有嗎 那天我還有照了相片 其實我照了好多次相片 以前去天壇的時候 只要有機會去天壇 我都會看他一下 也會跟他聽個禮 因為那年要請佛陀 那個佛陀的頭回來的時候 我們在小宴塔 那時候進去看的時候 師傅知道那有 菩薩有在佛陀的頭上 有靈 師傅還說 不能跟他講價錢 有一位師姐很熱心 他就說 師傅 師傅我把這個佛陀 買的送給妳 師傅說不是用買的 要用請的 那師傅 師傅還跟那個師姐說 你不能跟他講價錢 講價錢變成什麼 買賣 是 販賣雷 那師傅可能也進來不久 就是他也很熱心 很熱心場這樣 師傅就講了佛陀 那頭為什麼很多那個 很多師傅說是不是被人家敲了一個 一個包 這樣就講的也是 其實就是智慧嘛 是 就講了一些佛法給我們聽 聽了以後離開了 那師姐就抱著那個佛陀的頭來 師傅我已經買了這樣 還問他你多少錢買的 他說我講了一半的價錢 那不是價錢的問題 後來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買的時候 大陸上的那個包裝 跟我們包裝不一樣 那如果是完全沒有零氣在那邊的話 可能包裝還好 那大陸的包 他就用那個兩團棉花 把他眼睛蒙起來 用綁起來 貼起來了 所以他眼睛看不到外面 那我們後來那天也上飛機 從大陸到香港的飛機 那個師姐就不舒服 已經昏倒了 就在飛機上 那有廣播說醫生來救他這樣 那我就過去幫他處理一些事情 讓他能夠 他掐這個掐那裡 讓他能夠清醒 後來我請師傅過來看 師傅說 師傅就沒有講什麼就跑掉 我們就說 師傅怎麼這樣子 其實也是那個佛陀 那個菩薩 是 後來講了 到香港就下飛機 下飛機還好 結果我們從香港要轉機回來 要轉機 後來想起來就是說 那個飛機是在大陸飛 飛到香港 太沒事 可是到香港要轉出來 要過了一個國界 飛機沒有飛起來 飛不起來 飛上去 飛不起來 又回去 廣播說可能零件有什麼卡住 還是什麼 又回去檢查 檢查半個多鐘頭 又飛不上去 連續三次你知道嗎 那時候也天黑了 有九點多了 我記得是九點多了 大家也肚子餓了 說是不是給我們吃飯 他說沒有 飛機飛不上去又不能吃飯 因為臨時飛 什麼時候飛不知道 大家也肚子餓了 我也緊張 我想連飛了三次都飛不上去 我有緊張這個飛機是怎麼了 結果師傅 因為師傅的習慣 因為累 大家都累 所以放飛機他就會先小睡一下 所以他起來了 他就請師傅 問師傅說 師傅 我們現在飛到哪裡 師傅說 還沒飛 還在香港 後來師傅就知道 事有蹊蹺 請問菩薩 菩薩就跟他說 你們把我的眼睛都蒙起來了 也沒有跟我說要去哪裡 這飛機 他可以讓飛機飛不上去 後來說師傅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第一次碰到 師傅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趕快請師傅把伯徒拿起來 把那個眼睛打開來 打開來他說 他這樣看得到嗎 也說跟他說 我們要去台灣 我跟你講沒有十分鐘就飛起來了 那時候 那個時間就不敢 從此他不敢抱那個活動 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 他說 你在騎我的時候我都知道了 可是我就一直騎不來 後來飛機飛回來 他也好了 所以每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都覺得鬧鬧 他就說 我也知道會這樣 所以說有的時候師傅說 不能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不要在後面做什麼事情 我是不敢的 師傅說的 為我們就乖乖乖叫做了 所以這靈界的問題 我們看不到 也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對 所以師傅 開示怎樣做 我們就聽話照辦就好 如果說可以怎麼做 你就可以 謝謝 好 謝謝圓龍法師的分享 好 王先生廟地收辦法 能做自比度昆恆 王先生能做空中廟幼的廟法 已經普團在世間 救助了無量所的眾生 所以我們要共產 王先生能做天威 王先生能做大祖大秘 大得大人 國後啟秀定禮 今天非常感謝圓龍法師的分享 感謝你 當時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好大家幸福健康 無量收廟地聖 王先生路祖 祝好今生心像牆 愛 王者うん是 statistically大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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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採 萬一世間留米 有三塊祖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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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祖大祖 ja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